三藩市市長布利德在今天公布2023至2024財年 和2024至2025財年的城市預算 預算金額為每年146億元 這個預算計劃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向 包括打造清潔和安全的城市環境 出進經濟復甦 應對分泰離危機 持續改善無家可歸者問題 加強行為和精神健康工作 支持兒童、青少年和家庭 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以及投資於氣候行動等各方面 在警察招募方面 這份預算案計劃在未來兩年來聘請220名新警察 初步目標在2024年 市內達到1,800名宣誓警察 同時 預算增加22個警察服務助理 以及維持現有的大市計劃 預算還提供更多措施來打擊露天毒品市場 其中包括增加地檢辦公室的檢察官 專門針對毒犯集團以加強問責工作 為了吸引新企業填補市中心的辦公空置 布利德提議 對於三藩市設立的新企業 提供最多3年的稅收優惠 同時降低商業租金對轉租空間的徵稅 在解決無家可歸問題方面 預算將投資無家可歸者計劃海灣之家 該計劃致在未來五年內 將市內無家可歸者人數減少一半 預計將興建約600個新的避難所床位 此外 預算還包括設立400個新的治療床位 實施精神健康計劃 為高風險環境中的藥物過量預防服務 提供資金和開設健康中心 市長期望這份預算能更好地支持三藩市 在多個重要領域的發展和改善 並帶來更清潔、更安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環境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